今天天气特别好 又带着奶奶家大楼勺 来这边海边 寻宝吧 这一片金色的沙滩底下 都是有货的 好久没有吃海瓜子 最近特别是寒 就这么简单的淘一淘涮一涮 哎 我好像发现东西了 有了有了有了 全部都是 这一勺的收入还可以啊 我的妈 我好像还看到了一个 特别好看的蛤蜊 这只嘎辣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好看 这花纹真的绝了 这东西吃完这个壳还能留着 我天哪 这些 都不要了 这全部都是些残骸 剩下的好像都是 哇 这么一把 除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海瓜子壳 大部分都是带肉的 我感觉蛙这一勺够炒一盘了 这刚来海边啊 就遇到这么多收获 哎 这还有个扇贝 这是活的吗 哎 它不夹我 那估计应该是嘎了 嗯 是死的 它都不合上了 哎 对了 给你们看看这扇贝的眼睛 这些小点点全部都是扇贝的眼睛 是不是长知识了 以后你们要赶海遇到扇贝的话 就可以跟朋友炫耀了 说哎 这扇贝上百只眼睛了 是不是长知识了 这家伙隐藏的够深啊 谁是螃蟹 哇 我塞 这还是个马面蟹 我天天天天 有点凶 我以为是苏子蟹呢 它开始准备握纱了 看这马面蟹的背变 两个大眼睛 其实那不是眼睛啊 这是壳的花纹 哟 还想握进去 哟 这握得还挺紧 哇 这只够大 你别看这只马面蟹 长得张牙舞爪的 其实它的杀伤力还挺低的 就这个花纹 颜色比较绝 它这个钳子就前面两个钳子 就其他的爪子 它是夹不到你的 这只马面蟹就是典型的装枪做事 其实啥用都没有 说白了 就是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而且还挺好吃 看到前面的骨包了没有 一只梦眼螺 不知道个头大不大 给它端出来 出来了 我天哪 这梦眼螺也太白了吧 我这看到它我都感觉没清目秀的 这连擦都不用擦的 就这样就已经很干净了 可以直接捏 这 有点滑 我 我 我塞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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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可惜了 这单身这么久了 看什么都没清目秀的 枕得我老脸一红 寄个洞直接给它撒上盐就可以了 因为全部都是水 挖是没有办法挖的 有动静 这么快憋不住了吗 出来的也太快了吧 它甚至一点反抗都没有 滋水了 它这上面的鼻子是特别脆弱的 你看 轻轻松松就掉了 这算是抓海鲜最省事的办法了 这边还有只猫眼罗 看样子需要握进去了 赶紧给它抠出来 不知道这个头大不大 这只算是幼崽了吧 个头看起来不是那么大 先给它洗干净 不然的话捏出来全部都是啥子 而且它塑完水之后 你吃都没有办法吃的 好了 应该可以了 白白嫩嫩的 完了 又是一个软蛋 我的天哪 这个太过瘾了 回家给它放生了 毕竟这家伙挺肥的 本来打算捏一下 把它给放了的 想想还是带走吧 这家伙好像还受过伤 不过问题不大 又是一只水母 天哪 筋肉好大 手感还不错 好重啊 它还算是比较完整的 就是底下的那些须须 都没有了 这些很褐色的 都是会遮人的 不过手面没有问题 你要是手背要是接触的话 它会遮到的 虽然这只水母 不知道搁浅多久了 但是还是有杀伤力的 先给它带头按边起 调教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啊 最近这一周的素菜 算是有着落了 咱们把这个屁股给揪去了 只要这个头 这屁股我不爱吃 刚才抓水母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了 深褐色的海带 滑滑的 这海带应该很好吃的 新鲜的 这可以带走 不过像那种海藻 特别像那种海带的 颜色是深绿色的 那个东西不是海带啊 可不能吃的 这只珊瑚是落单了吗 哇 它好小一只啊 软软的 虽然说样子不算是那么好看 它要是个石头 我肯定是要收藏的 这只估计应该是遇到纷浪了 直接从石头上面 给它拍下来了 这都残了 丢了吧 反正也不能吃 这要能吃的话就好了 这只妹妹就在这个沙滩上面 蹲了一个小时 将近一桶的量 全部都是一些小花甲 给你们看一下 这么多 我给你们现场展示一下 别看这边 沙子特别难看 但这沙子底下 哇 好多 四个 简单给它洗一下 哇 这声音还挺脆的 像平时在小世界吃到的花甲粉丝 就这玩儿啊 而且贝壳也是相当好看的 就这种地方 一个小时刨一桶真的不难 这么一个小坑我都挖到四个 是不是感觉特别特别轻松 这边还有 两个 它主要是这边的泥巴确实不好看 锅洗完之后 还是相当干净的 它这个壳都是闭口的 所以说里边的肉很干净 再不行你就回家弄一桶海水 放个一天 就绝对没有沙子的 这只猫眼螺好像有点小啊 不过小的猫眼螺它就很嫩 你看这肉 是吧 哇 它要是再大点就好了 捏起来太爽了 像这种小个的猫眼螺 直接带回家清蒸就好了 因为个头小 肉质还是比较嫩的 你要是像再大一点的话 就要切成片朝着吃了 这只毛嘎好像还张着口 诶 死了 我去 这也太可惜了吧 哦 你看它这个舌头 这明显就是被鱼给啃过的 这些小鱼小馅的 然后啃了没多久 退潮了 我估计在涨潮之后 这个毛嘎就成空壳了 哎 还是老样子 搁浅的东西不能吃 谁知道它死了多久 我可不想皮埋乌骨拉肚子 这皮鱼虾撅个钉干嘛呢 哎 抓到了 哎 哎呦 还想反抗 咱们为了保险旗舰 还是要 这样拿 这样拿比较安全一些 这个舌头底下黑乎乎的 它好像是在打洞 我估计应该是在建新家 然后就被我发现了 肚子才是你的家 知道吗 知道吗 这壳老远我还以为是个塑料袋 哇 这是水母吗 水母的残骸 这原本应该是纯白的 这都泛黄了好像 你看 泛黄了 这不知道搁浅多久了都 哇 你敢想这生前有多大吗 这条水母 这只是紧紧的一片 这种泛黄的还是不要带回家了 很脆弱 一掰就烂 这裹的我们大概率应该是过期了 咱还是不能吃的 给它丢过去吧 这附近的小鱼小霞估计是乐坏了 有东西吃了